大家好,我是阿新 这个频道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历史的故事 而第一个系列,我们一起来发春秋大梦 讲一下春秋时期 有哪些有趣又发人心性的故事 第一集小不免就是说春秋五霸第一霸,齐桓公 话说齐过的由来,都是和跑步步行有关的 传说当年周敏王遇上姜太公女尚,见到他钓鱼 周敏王邀请他辅助周朝 接着有周敏王送姜太公行八百步 姜太公保周朝八百年的传说 后来周王封姜太公女尚在齐地,这是齐国的开始 一代转一代,直到春秋时期 去到齐桑公的时候,就发生了历史的转折点 而这个转折点就是春秋霸主的前周 竟是由一个安装乱伦的事件开始 齐桑公过去曾经与老国夫人私通 其实与其他国家的夫人私通 已经是一件很无耻的事 更加无耻的是,老夫人还是齐桑公的妹妹 竟然还是乱伦 其实这件事一早就通了天 个个都知道 所以当年齐桑公为妹妹找妹妹 时都没有一个感要 可能是老过通常不太好 也有可能是孔子的人德思想 没有派间谍到处去八卦 老桑公还傻奸奸奸 以为撿到布,见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立即答应联婚 话说在齐桑公登基之后的四年 即是公元前694年 老桑公和夫人就来到齐国了 他们又等不及,又通奸了 这次老桑公终于发现了这件事 怪责老夫人跟她说 现在在梁家,所以我不敢拿你 但当回到老国时,你就知道味道 老夫人很害怕 把这件事告诉了齐桑公 齐桑公解议现称老桑公 将桑公灌醉 在大历士彭生 将桑公抱上车 接断了肋骨 将他杀死 在老桑公被抬出车的时候 其实已经死了 老国人为了这件事 责备齐国 齐桑公非常无耻 杀死了彭生 就向老国这罪属过 正所谓上有国君淫乱 下就当然有亲情谋乱 齐桑公有个表弟 叫做公孙慕之 以前的人起的名字 今天听起来也是怪怪的 因为齐桑公的父亲 齐希公非常统设 这个童母公孙慕之 待遇竟然和太子时的齐桑公一样 所以齐桑公一直坏恨在心 等到登基之后 就将无知的待遇和俸禄一降再降 正所谓冤冤相捕 是不会有了结的 与其等对方良心发言放过自己 不如先下手为强 公孙慕之就一直静静地在暗柱等待 在一个谋朝三位的时机 齐桑公八年 时机终于成熟 由于齐桑公的无量 经常得罪为他公族的人 有一次公孙慕之 就联合铸守葵丘的年轻管智夫 冲进宫里面 就夹奋杀死了齐桑公 公孙慕之就自立为齐君 在齐桑公孙慕之登基第二年的春天 就去到雍林那里玩 雍林有人很恨这个公孙慕之 就等到他去玩的时候 就偷襲他和杀死了他 就向齐桑大夫宣告 公孙慕之杀死齐桑公自立为君 我已经把他杀死了 请大夫改立其他公子职位 我们就会为名示宠 在《史记》里面形容齐桑公就是 桑公知罪杀老魂公 通其夫人诸杀素不当 淫于婦人 素欺大臣 即是这个齐桑公 竟然将老魂公灌罪杀死 又和老夫人通姦 还是常常都杀罚不当 沉迷女色 多次欺辱大臣 君主做到这份上 已经坏到头顶了 幸好他的弟弟有先见之明 一早就走路了 其中叫公子狗的弟弟 就逃亡到他母亲的故国 老国的 管仲和赵佛就辅助他 另一个弟弟就叫公子小伯 赵佛就去举国 辅助他就是豹淑雅 小伯母亲就是韦国人 就是齐希公重非 小伯自小跟齐国的大夫 高系交好 高系不是姓高 他是姓姜 没错了 都是齐国的贵族 姜子牙的后八世瑞书 而正确的名字 应该是姜姓 高氏 名系 智仲 浩祖望 人称白土先生 一听那么长 就知道是非法人物 而怎么看一个人 就是看他结交什么人 高系可以说是齐老两国的关键人物 除了拥立过两位齐军 还凭一己之力 辅助平定老国内乱 扶持后来的老希公职位 高系的安老定邦 成为历史的美谈 很多人去谈春秋第一霸 很少会说到高系这个人 因为大多数将他集中在管仲 和小伯这段军神的美谈 其实高系在这段历史里面 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 回来 无知被杀死之后 朝神就相以立军之事 他们知道海外流亡的 还有其他公子 但是又不知立哪个 想来想去 不如索性不要想那么多 最传统方法就是 最不伤脑筋的 直接发出赛炮英雄帖 只要哪个公子才到达国都 哪个就是国军 话虽如此 不过作弊还是有的 高时 国时 抢先 暗中重 举国 召回小伯 老国也不禁落后 也派兵护送公子狗出发 并且名管仲灵派军队 挡着女国通道 管仲这人 后来就很受读书人的外带 实质上是一个为求达到目的 很喜欢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 管仲一见到小伯 就一箭射过去 小伯也不是省油的灯 大呼一声便装死过去 其实那一箭被小伯的大勾挡住了 管仲一看射中目标 也没有向前嫌尸草草了事 趕着回去交差 公子狗收到小伯中箭的情报 放慢脚步 慢条斯理地前进 逐逐六天才到达齐国 当时齐国已经是小伯的天下 高系涌立小伯职位 即是春秋第一伯住齐桓公 表面上来看小伯的国军之位 就是赛跑赢回来的 但当认真看待一件事的过程 就知道凡事都有因果 说假设 就算公子狗抢先回到齐国 亦都不会当上国军 原因很简单 就是每一个国家的核心权力 通常都不是在国军那里 而是在朝臣那里 古往今外 没有一个例外 分别只是在于 懂得利用朝臣的国军 和被朝臣利用的国军 在当时掌握齐国的力量 自然就是 拥有朝中最大权力的 姜姓贵族 兼上卿手上 即是刚才提到的 高士纳白兔先生高系 小白自小就和高系交好 相信除了小白天生义品之外 还需要母亲的铺脚踏脑 在历史的缺乏之下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形 有史料记载在他 只不过是齐离公的重妃 但在公斗了几千年历史的皇室里 重妃的手段对皇室的影响 往往是十分深远的 小白外有爆肅牙相作 内有高系 后宫有母亲在推波助澜 还不过辅助公子九的管仲 还是一个间谍 因为管仲和爆肅牙 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其实在管仲射中了小白的时候 那么快就趕着走 其实都令到我们在想 会不会是管仲偷偷放生小白呢 所以小白成为下一任齐军 可以说是别言的 后来管仲死了之后 齐桓公 重信奸领小人 易牙 薯雕 后来还困在工房里 暗生饿死 四个儿子还为了欠国军之位 不理父亲的尸体发酬 当时八十六岁 高宁的高系出来主持大局 涌立齐桓公的法定 继承人公子超继云 不过齐桓公的悲惨下场 还是后话 他的九会诸侯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还有管仲相齐等等的精彩故事 才刚刚开始 本来拥有半分好牌的老国 后来知道公子狗失败 路上心途竟然派兵攻打齐国 希望改立公子狗 小白在高市国市两大家族支持下 将老国打个大败 而在齐老这场战争里 小白竟然为了救管仲 要扬言将它剁成肉绽 到底里面有什么故事 下回再分解